大家好,我是安娜千里行 今次参观香港山林深处的寺庙 林影寺 林影寺位于香港大雨山江山村 寺庙三面环山 建于1928年 依山而建 建筑和自然相融合 寺院环境清幽 简朴庄严 二十世纪初 真为大法师开山建寺 寺院建造期间 法师突然源及 灵溪法师肩负重任 接手兴建 寺院建成后 广坐佛寺 灵溪法师致力成禅 普渡生 归医者达六 七百人 灵溪寺曾经香火鼎盛 现在就比较清静 寺院没有华丽的装饰 只在种一些简单的竹林花卉 却渗透出古香古色 有种和大自然融合的简单美感 灵溪寺没有雄伟的建筑 山林环抱下 显得田径隐翼 置身寺院 令人身体放松 烦躁的心立刻平静下来 精神内耗得到至 信徒参拜清修的理想之地 点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来寺庙 除拜佛少不了吃斋 灵隐私的斋饭 每人一百港元 分量足 白饭任吃 餐厅开放时间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三点 灵隐私交通 城大一 十一 二十一号巴士在灵隐私站下车 这次我坐船到梅雾码头 下船后 坐一号巴士前往灵隐私 灵隐私站下车后 步行大约六百米 抵达山林深处的寺院 我是安娜千里行 下段影片再见 下班 听音乐 收入